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谈话者报9月11日披露 俄罗斯与伊朗方面进行了武器贸易的相关洽谈 其中俄罗斯方面初步同意 将最新的告示是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出售给伊朗 数量在60枚左右 甚至愿意转让部分技术和设备 如果此举能真正实现 那么对于伊朗军队的反舰能力的提升将是飞跃性的 毕竟对于缺乏大舰的伊朗海军而言 反舰导弹是其进行海战的支柱力量 告示导弹而伊朗海军的头号作战目标是谁呢 自然是美国海军 特别是打击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 这样一来 俄罗斯的举动就格外具有深意了 通过某种新式武器的出售和扩散 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军对手的力量 达成地区范围内对其海上力量的进一步威胁 的确是一招好奇 而且还能挣钱 告示式导弹 已经完成了测试和试验工作 目前开始在俄军中进行初步装备 而俄国人愿意把如此新锐的武器出售 倒是比较稀罕的 但这种武器一旦真的走出俄罗斯国门 其意义将不仅仅是一种反舰武器那么简单了 反舰导弹属于战术战役级别的武器 而且还是防御性质的 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 但在关键海域部署全新的新式反舰导弹 日本无法对其构成威胁 要明白 面对两倍音速的传统超音速反舰导弹 传统的拦截手段的成功率就已经大为降低了 另外强大的速度配合巨大的装药 让告示的威力是常规反舰导弹的数倍以上 具备一枚旧重创甚至击沉10万吨航母的强大能力 美军自然害怕其航母建立的规矩被打破 对于这个消息 美海军发言人第一时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其对外界表示 俄方的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地区平衡 是违反相关条约的 美军对此表示严重的关注 但实际上 美国人这种拟坏了规矩的指责是极其苍白的 他们无法指出违反的到底是什么条约 实际上根本没有违法条约 而这种霸道的声明更是展现了其蛮横 难道所有国家都要按照美国 甚至是美军的规矩来 俄罗斯人自然不会对这种指责在意 伊朗海军的轻型舰艇 新式反舰导弹将大为增强 习威力更为刺激美国人的是 俄方似乎准备把告示导弹的技术扩散出去 谈话者报 应用俄海军内部人时的话 趁俄准备在向伊朗方面 出售导弹成品的同时 一同出售两条生产线和相关技术 帮助其掌握生产技术 一旦协议达成 伊朗方面将在一年内 建立这种新式导弹的生产基地 甚至造出100枚成品导弹储备 未可能的战斗做好准备 俄方人士这样提到了双方合作的乐观前景 不过这样一来对美国航母恐怕就不是很乐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